好來抽我們的這個法式焦糖奶油酥餅乾 那個 來吧 我們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那我現在的模具這邊 目前我們鑽石是16萬鑽嗎 然後模具150 直接開抽吧 就不管了 抽 至少超越超越1吧好不好 好 三天弄杯我剛剛配奮鬥那個啊 魔法啊 啊 馬卡龍 機率真棒 我的面貌就是我的騎士精神 沒有啊 最近黑珍珠出場率又沒有很高了 我要的是 你知道嗎 現在給傳奇又很尷尬 就已經要超5了對不對 又不是沒超5 你們各位可以冷靜 我要的是新角色 我要的是那個法式教堂 這就是我們 抽新餅乾的概念就是我們是要新的東西要up 而不是說我們要一直重複抽到一個可以超5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低色如果要優化這些東西 他應該要改 新餅乾要up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機率可以再高一點 因為餅乾越來越多了 當然他寫機率沒有變啦 但是他這個值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差 98 100 還有170 我們要100 啊有點微 120 精彩的東西我還在抽餅乾 我哪來的洗色 你看都可以冷靜啊 我的純陽草也超5啦 我要的就是新的餅乾 而不是說真的抽到很多東西很開心 我開心不起來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要的就是要新餅乾 像這樣子我就很開心 啊不會很開心 有沒有 現在都反過來了 低色要優化一些東西啊 要讓 要讓老玩家就是說我們在抽東西的時候是真的有感 就是說 喔像現在做很有感 就是要讓我們覺得就是說 喔我們真的有在抽超級稀有的感覺 像是像那種剛剛上古傳奇滿天飛 那個我就沒什麼沒什麼想法 這個啊沒什麼感覺啊 就是喔我抽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喔 可能沒有黑可可動畫 各位可能看的會無感 但是因為我現在抽東西的重點就是我要抽到新餅乾 然後我們要測他 那至於其他像黑可可或者是黑燈珠 說實在的黑可可因為 二週年上古有改強 他確實他的減易被動有改強 可是他的效果就是 什麼都有但是什麼都一點點 所以黑可可出場率也沒有到特別高 就是官方其實要慢慢的去修 要慢慢的去優化一些東西 上古很難超誤 如果你是每一個持基本上都有跟的人 你應該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我必須要講我這一次的上古的機率很高耶 我們已經有兩個香草 還有一個黑可可 可是因為我是直接按SKIP 你們看起來會蠻無感的 因為我如果抽像 土金的或別人的帳號我真的都會看動畫 但是因為我現在就是怎麼講 已經 已經 年事已高 沒有那種 當年的激情你知道嗎 哇上古喔我的天 好啦要演也是可以啦 但是那個是要 可能是 開土金的帳號這樣子 然後我再跟著 不然其實我現在就沒什麼想法 你再抽到一隻吧 你再一隻吧 我要一隻 剩7000了 停手 啊 來 來 我剛原本說超一對不對 完了 我原本說要抽到超一就好 不小心手劍 因為我剛剛看 我剛剛看那個 那個什麼 想說機率蠻高的我就一直抽 沒有啦 我抽的那個滿的是 滿心 我還沒有超超五啦 你們放心啦 我剛剛那樣抽頂多超一超惡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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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超惡意啦 剛剛如果那個 270有沒有 270是餅乾五星 五星完了之後呢 你其他的堆疊那才是超越的事情 啊 完蛋 我忘記50等藥水了 我忘記50等藥水了 蛤 沒差 好啦大概就抽到這邊吧 然後看一下我們其他的餅乾 對好之後再說 好啦我們的這個 法式焦糖奶油酥 這個 超級沒感覺的抽好嗎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剛剛 剛剛 其實我們上股跟那個機率是蠻高的啦 好啦這個是沒話說啦 最近30比的紀錄有沒有 其實運氣還算OK啦 好嗎 好大概就這樣子 基本上股 Character 感谢观看